欢迎收听Coco早餐 那么台电的发电系统的智慧化是可以期待的吗 这个题目等一下张玉玲小姐要来跟各位做分析 同时今天呢 我们要在节目当中8点到9点为各位访问到的 请到的是资深的立委 新潮游戏出身非常有见解 而且跟陈菊高雄市的市长关系密切的段以康委员 当然关于王炳中案抓证人像抓犯人 在程序瑕疵上面备受讨论 也是我们所要进行的议题 各位也知道我们礼拜一访问了姚文志 而姚文志的17号的台北市长参选 那场城市论坛的讨论会引言人就是段以康 此外呢 在台北市跟新北市的选举当中 赖清德始终是大家的自首可热的一个讨论的对象 而最新的民调新新闻又说 被民调打趴的小英总统重大政策都不好意思管了 这一切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等一下都请资深的段以康委员帮我们来讨论 尤其是民进党执政检调在抓证人的时候 为什么会有程序瑕疵 会有所谓的粗鲁的这个姿意 那有人说这是阴谋论 因为检调单位特别是调查局想要出民进党政府的球 这个可能吗 等一下我们再来一起来讨论这个议题 不过最新的消息是美国的税改通过了 川普总统说企业要留根流美国 这个对台湾的企业界来讲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冲击 而且对台湾的经济发展 留住资金留住投资者的心跟脚又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这个显然是值得我们大家一起讨论的 好最新的消息就是美国总统川普 刚刚在今天早上的六点钟左右宣布了 美国的共和党通过史上最大的减税案 美国的企业不会再把总部移往海外 川普是在白宫庆祝税改过关 他说我们不会再失去我们的公司 他们会跟流美国 美国参院通过税改法案 几个小时之后 众院共和党也投票通过了法案 这项法案是30多年来对美国税法的最全面的改写 也拿川普替他拿下了第一个重大的立法胜利 由于出现程序问题 众议院周三对这个法案重新进行了投票 并且以党派分明的224比201票的结果通过了法案 法案将永久削减企业税率为个人提供较短期的税负减免 参众两院的民主党议员没有任何人投支持票 但是法案在民调调查中反应不佳 可能成为2018年其中选举的论变议题 也将决定共和党是否能够保持在国会的多数党的地位 各位现在国会是共和党多数 他们是全面执政跟现在的民进党是一样的 在企业税方面川普本来主张降为15% 然后同意改为20% 最终的版本是21% 川普周三在内阁会议上将税改法案称为就业法案 他说法案是造就一些非常优秀的公司跟大量的工作机会 这是众议院两天以来第二次对法案进行投票 之前参议院的民主党人迫使共和党议员 对该法案进行了三个较小的修改 包括了删除一个将法案称为减税 和就业法案的条款 根据国会的规定 众议院跟参议院必须批准相同的法案 好这个是共和党所推出的川普税改案 在参议院跟众议院都已经通过 参议院是周三的时候以51票对48票通过 这是财政美国的历史来30年来的最大的一个税改的一步 那这个三个条款因为违反了参议院的规范 所以要回到众议院进行表决 所以众议院现在已经通过了这三个条款是 使用教育储蓄账户在家自学以及私立学校捐款等项目 那这个重新回到这个表决啊 那刚才我们已经说了最终是通过224票对201票 那是这个法案呢 被川普认为是送给美国人民的美丽的耶旦大礼的一个诺言 这是最新的税改法案的通过 那此外呢 刚才提到了在王炳中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今天的自由时报的头版头条提到了捷运救命前呢 北市大鉴317亿亿元报 马英九开先例 科批平均每年鉴40亿 这个是历年之罪啊 这是财政局昨天召开记者会表示 台北市减在全台第一 但是市议院减书培说 台北都会区捷运固定资产重置基金 依法应用于捷运设备淘汰上 但是前总统马英九当台北市长的时候 就开放这个基金供市府借款 前北市长郝龙斌进一步删除基金借款上限 现任市长柯文哲更借款还旧债啊 以致重置基金371亿元 历经三任市场已经挪用86% 其中又以柯文哲每年平均向基金借贷超过40亿元 是历任市长最高的 他就说他借这个钱呢 去还啊 这个债啊 然后表示自己是还债大王啊 这个是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啊 那这个新任的台北市的财政局长吕卫青说 这个重置基金西美市也有出资啊 所以西美市争取多年都没有获得正面的回应 好这个是这一则消息啊 那关于这个黄炳中案 那确保国安也要避免侵害人权 这是自由时报 他今天在二版的一个重要的新闻啊 那周锦文小姐啊 他们的总编辑写了一篇文章叫做别当猪队友 好来 这个因为他写的蛮中肯的蛮好的 而且他叫自由时报啊 那政治立场上当然跟跟共产党呼应 而且把台湾的政府当成美日汉奸政权的新党是不一样的 但是一码归一码 程序正义还是必须注意的啊 好 那检调在12月19号发动搜索新党王炳中等四人的住所 结果经过漏夜征讯 最后军货请回 由于侦查不公开 外界战士无法救调查局究竟掌握了多少线索 进而决定搜索的执法是否过当 骚然下定论 但执行的细节上面 这次的行动 调查局的干员无疑是栽了跟斗 而且是栽在王炳中手里 以调查局的素质应该不会视此为光荣 因此调查局当然必须全面进行检讨 这次的事件可以分几个层次 首先呢 在法定程序上 调查局在经过长期的搜证之后 认为对相关人员跟市政有进一步调查的必要 从而请台北地检署向法院申请搜索票 而且法官核准搜索 理论上院检应该都有新证才会指挥执行 同时搜索后通常会请相关人员倒庭说明 而王炳中是证人 也是扣押物所有人 调查局把万一王炳中可能会拒绝的情况也想到 因此事前请好了居票 以便核对或是辩解 这个部分也应该是胸有成竹 这次办案实际的研判上 王炳中等人被调查局锁定 早就在政党轮替之前 可见的维护国家安全是超党派的共识 而调查局等到中国间谍周洪旭经过一审判决有罪 就一年两个月之后才正式出手 显示事前并非毫无估算 但是行内都清楚 何时收线 而且能够成功凭借的是经验跟专业 一言以蔽之就是真的准备好了 如果说19号深夜证人被请回的结果论 来看相关单位恐怕不止准备不够 甚至企图便宜行事 第三在办案技巧上 调查局利用清晨六点前往王炳中等人住所 应该是力求低调行动 没料到王炳中不是一般民众 他采取高调直播反制 这招在寻求外援 包括对内诉诸网络效应 对外还引来中国国台办申援 行诉不符比例原则的图像 延伸绿色恐怖指控 造成国家安全跟人权保障的冲突 这个现场情势的错估 可能寄出于政治判断的急于求功 也在于旧习难改的应对失措 外界不得不为之摇头 从捍卫国家利益的角度左眼 之所以强调所有的执法者不能成为猪队友 关键在于中国对台湾的渗透之深 前所未有 是当前两岸关系的最真实现况 台湾需要强而有力的保防能力 有效阻断外敌侵蚀我们的生存平视 这个任务毋庸置疑 不容挑战 因此千万乌龙不得 面对被反江一军的信任危机 眼前有一招可以捎减窘境 那就是确实之法 如果网柄中直播侦查 涉及触犯刑法 泄露国防以外秘密罪 鉴急聚集就应该办 以述法制 然而根本知道 仍在于检调未来 拿不拿得到坚实的证据 来巩固办案能力 才能真正洗刷前耻 好这个就是 这个 在调查局 在程序上面被反制的这个情况 检方的这个人是说 这个是要调整办案方式 这个有人是这样说的 那这个台大法律系的教授 前任的教授 陈志龙所检调 把网柄中当成证人 证人是要证明别人的罪 有何强制具体的必要性 检方却同时开出船票跟拘票 便宜行事 没有严格遵守 刑事迅速诉讼法 被外界质疑程序瑕疵 不例外 但是 陈志龙建议 检调日后侦办国安案件 应该搜集足够证据 合理怀疑犯罪嫌疑后 就直接把搜索对象 列为被告 而不是先列证人 除了让当事人 有找律师的权利 也可以避免打草惊蛇 那有一位自分法官说 王炳中是被依传居并行 就是传唤居体 同时执行的方式 约谈道案 这种多法是 做法是针对 有刑事责任的人行使 那即便是被告 司法机关 仍需给予准备时间 这回王炳中是证人身份 检调对证人的做法 显然过于强势 一定会被检讨 未来在法院 恐怕也经不起考验 那律师公会 全国联合会的前监事 林郑华律师说 从报道来看 检调这次侦办 王炳中等人的做法 确实不妥当 甚至连法院合发搜索票 是否恰当都有争议 搜索是对民众 人生自由跟财产侵害 较为严重的强制处分 检调应该更加谨慎才对 虽然在侦查不公开的原则之下 检方可能不变 完整说明侦办内容 但是目前看来 已经有侵犯人权疑虑 海洋大学海洋法律 跟政策学院院长陈立同则说 国家法益高于个人法益 现在也不太可能发生 戒严时期的白色恐怖 检调侦办过程 看不出太大瑕疵 他并且说 检调既然已经持搜索票 就应该发动突袭性搜索 而不是斡旋之后才破门 那灭阵怎么办 好提供给大家参考 马上回来了 Coco参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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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